那怎麼看說就是徐曉星 因為之前在那個董事長開獎 還有當過郭台銘主持人 然後呢就是被認為說 欸你們兩個好像是關係比較近一點 然後剛好就在他郭董參選的這一天 宣布參選的這一天 然後他說他連續三天要跟大家請假 他說他重感冒 你會覺得時間點有點緊 喔他確實重感冒 我昨天去他的直播 短短40分鐘一包衛生紙就快用完了 所以他的感冒是真的 跟郭台銘參選沒有關係 那我想過去的事情就已經過去了 因為當時他沒有正式的宣布參選 也不具有候選人的身份 那我覺得當時的情況就是 他還是有一個比較模糊的空間 然後跟國民黨到底是要繼續的合作 還是要自走自的路 當時都還沒有很清楚 那既然今天郭董這樣講得很清楚了 我覺得大家就那條線要守住 不過我覺得因為既然已經對於在野的合作 很多的民眾他還是希望看到在野的合作 我覺得這方面 我覺得藍白之間能不能先開始進行一個整合 好那因為想請教就是怎麼看 就是郭台銘今天就宣布他要準備參選了 那其實之後黨會寄出一些黨籍啊 那這樣你們之後會跟他比較漸行漸遠嗎 那國民黨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他參選就等於有候選人的身份 要進行連署 所以黨籍的民意代表 黨籍人員都不能再幫他做相關的事情 這些連署通通不可以 然後會遭到黨籍處分 那我覺得國民黨這樣講 那我覺得大家就按照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畢竟有一條線畫清楚 對於大家的行為來說 也有比較可以遵守的方向 那議員之後會跟郭台銘會距離會 越拉越遠一點點嗎 基本上就不能再聯絡啦 也不能再聯絡他的場合 也不能再去的 這是黨籍 黨籍的部分大家就要遵守 不要去創造這些東西出來 嗯 那我們想請教一下 今天郭台銘總黨宣布他要獨立來參選啊 那您怎麼看他動作對藍營的效應 如果郭台銘現在宣布了等於藍營 有三組人吧 或是菲律有三組人 一共有四組人 那如果一共四組人選下去 那大家都可以回家睡覺 賴清隊也睡覺 其他人不必選啊 那如果 如果將來整合成三組 如果整合三組的話呢 一定會就菲律一定有一組要棄保 而且要徹底棄保 才有拚啦 難度很高 那我還是認為最後還是要兩組人啦 就是綠營一組非綠一組 才有拚 這個局勢才有得拚喔 呃所以我認為反正現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大家跑嘛 現在八月底嘛 那大概到了十月喔 郭台銘可以連署多少人 後衛的民調有沒有上來 柯文哲的民調呢到底怎樣 會不會繼續下 還是維持現在 那時候大概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是必須要整合 如果他們 當然就是說候選人出來整合其實不適合啦 郭台銘自己前兩天還是要整合 今天自己要選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 呃 由比較公正的人士 中間人出來整合可能比較容易啦 如果到時候看有必要 我也可以跳起來整合 那大概到十月了 現在太早 現在你要整合誰呢 郭台銘他剛登記 你說我現在整合 他說怎麼整合 侯友瑜說我現在民調真的往上爬 我才公佈幾個這個能源政策 這個農業政策 醫療政策 你現在叫我整合整合什麼呢 那柯文哲可能現在不願意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大家努力啦 也不必口出惡言 大家要去跑 然後十月一個半月以後 再看情況再來整合 我郭台銘 今天要鄭重的向各位報告 我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投入2024總統大選 臺銘這一輩子 在創業的路上不斷奮鬥 在科技產業圈的持續打拼 在對慈善置業的拋磚引玉 幾乎大多數的時間都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 也沒有動過從政的念頭 然而這七年多來 我看著台灣的政經局勢 不管是經濟 國防外交 我看著我 逐漸從過往的興盛 走到懸崖邊上 若不懸崖落馬 將墜入 無法回頭的深淵裡 我們必須下降民進黨 最後我要再次的強調 我的參選 是為了促成 在野陣營的整合 在野不整合 便宜賴清德 我郭台銘本來沒必要選 但是郭台銘所代表的中間聲音 卻不能缺席 我期許自己 我期許自己 能成為團結的最大公約束 我也將繼續邀請 在野陣營其他兩位候選人 一起坐下來 你喝咖啡 我喝奶茶 大家一起好好商談國家大事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針對鴻海集團 郭台銘創辦人今天表示 將以獨立參選的方式 投入2024總統的選戰 中國國民黨表達高度的遺憾 不過我們也相信 郭台銘創辦人一定會和其他我們所有泛男的朋友一樣 最後還是會歸隊加入一起來捍衛中華民國的行業 我們必須要再一次強調 在當初中國國民黨決定要採用徵召的方式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多次的向有意參選的參選人表達相關的方法 因此在經過透明公平公正 包括多項多項 包括多項的黨內初選的民調 對不起喔 這個回收 包括我們多項的民意調查 還有黨內的征詢 我們最後決定 征召侯友宜同志 這個過程公平公正公開 那所有的過程所有有興趣參與的參選人也都理解 在宣布侯友宜獲得征召之後 郭台銘創辦人也在臉書推文表示 我心長召中華民國 他一定會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征召人選 到今天我們還是一樣 依然相信郭創辦人會信守他的承諾 一而再再而三的承諾 他會遵照中國國民黨征召的決定 來支持黨的參選人 我們最後必須再跟大家來報告 經過多次的 這幾個月來的慢慢的整合 事實上泛南所有的好朋友 都已經慢慢的逐漸的歸隊 主席朱立委員也多次表示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大家一定要秉持一個 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的精神 現在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國內民眾 希望正常輪替 中國國民黨一定會秉持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來結合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我們也相信郭台銘創辦人 最後一定還是會歸隊和我們一起來完成下架民進黨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來達成所有絕大多數國內民眾的期待 雖然我們今天對於郭台銘創辦人以獨立聯署的方式投入明年總統大選 我們表示高度的遺憾 不過我們最後還是相信郭台銘董事長 還是會和我們一起投入下架民進黨的行列 這次郭台銘創辦人 救援 看